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深爱者必有和气 有和气者必有余色 有余色者必有宛容 现实生活中你也会发现 那些眉目和善 看起来就慈祥 让人忍不住尊敬的老奶奶 一辈子的人品 风评都极为优秀 而一个面瘦无肉 眼神浑浊 看起来就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老人 为人处事也必然有极大的争议性 内心没有大气 长相又如何会大气 一个人的性格 由他所思所想所言所听而形成 他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从混沌 演变为清晰 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 当你长大成人 就是你的面向真正开始塑造之时 基因带来的相貌 我们无法改变 是美 是丑 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 但一个人年纪越大 越会发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人的脸部形态 就开始发生细微的变化 有人的面向越来越好 有人的面向却越来越糟 除了岁月本身带给脸部的痕迹外 你的心是不是也在 悄无声息间发生了变化 你还和曾经一样坚守原则吗 你依然善良诚恳吗 你还是那个不管遇到任何挫折 始终能对着太阳微笑的少年吗 心变了 灵魂就变了 灵魂变了 面向也变了 文学家壮一曾说过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久了的人精 总能看你几眼 就能知道你大概的人生经历 为什么有些人一眼看去 就经历过大风大浪 眼界深远的能人 有些却是一辈子拘泥于几个小钱 贪图安逸却无所作为的废人 不同的过往会造就不同的性格和心态 行为处事时 自然就带上了不同的神态和表情 脸部的肌肉会记住你一次又一次的惯性动作 长此以往 面向自然会有改变 时间越长 你越会发现 有的人的脸明明白白地彰显了他近几年的生活状态 有时候你会惊讶 曾经的好朋友几年不见就大变了模样 这种变化是生活和工作的突变带给他的 生活向好 工作顺利 面向自然会更显平和 坦然 但若是生活工作都遭遇窘境 心态上也并没有因此做出恰当的调整 人的面向就会像所遭遇的一样 深深地揪在一起 惹人心烦 经历了苦难 就要有所成长 走过了岁月 就要有所思悟 一个人的过往 就是一个人的面向 不要相信那些 人不可貌相的客套话了 绝大多数和李娇王的人 压根没有耐心看你的内在 你的面向早就已经悄悄地出卖了你 王尔德曾说 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 面向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代表 善良的人面向温柔 勇敢的人面向刚毅 智慧的人面向大气 舒本华说 人的外表是表现内心的图画 相貌表达并揭示了人的整个性格特征 而民间有句俗语 性格决定命运 面向越好 你的命运越好 命运越好 面向越好 两者之间会呈现一个正向循环的形式 反之 面向越差 命运越差 命运越差 面向越差 除非你能在这循环中跳出来 努力改变自己的心态 为人品性和处事方式 面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人生也不会一直好 更不会一直坏 它需要你的努力 坚韧 恒心 勇敢 真诚 善良 来一次一次地塑造 当你察觉自己的面向 有向好的趋势 请坚信 你的人生 也在快速向优秀靠路 你的面向 掌握在你的手里 正如你的命运 也由你自己做主 希望你用一生的时间 修得好面向 坐拥好风水 成就 好命运